我们这款舒服收伸机 拆开包装以后 所有的部件都在下面 下面介绍一下 这是把手 也就是扶手 这是连接杆 这是支撑杆 这是棉球 两个短的两个长的 这是计数器 这是两个短螺丝 这是两个长螺丝 这是一颗插销 这是两个工具 扳手 内流脚扳手 外流脚扳手 套筒扳手 这是主机架 下面演示一下 安装方法 首先 使用一颗长螺丝 将连接杆 插到机架头上 将螺丝拧紧 使用扳手 使用扳手 内流脚和外流脚套筒扳手 接下来使用一根长螺丝 将支撑杆 将支撑杆 固定到连接杆上 注意一下 孔位 第一个孔位 接下来使用一支插销 注意一下 这里有三个孔位 这是调节高低的 高中低 坡度的高低 使用外流脚套筒扳手 将螺丝拧紧 对这个位置 不需要太紧 那个前置震感活动的 接下来安装把手 使用两颗短螺丝 注意把手螺丝 一定要拧紧 如果不拧紧的话 使用的时候会放动 先将螺丝拧到位 然后使用外流脚套筒扳手 加固螺丝 注意使用那个大扳手 小扳手是拧紧的 小扳手只是 固定螺丝这一头不动 拧紧还是要靠大扳手 可以的 把手使用的时候不晃动 就说明拧紧了 如果是晃动的话 上面还没有拧紧 如果你拧不紧的话 可以把这颗螺丝 倒过来 比如说 螺帽这头朝上 螺丝这头朝下 那样的话更好拧紧 接下来把四个棉球 装好以后 这里是两颗长的 这里是两颗短的 把接触器插到把手上 所以接触器这里有根线 线头接好就可以了 线有些人说找不到线在那里 线是在这个位置 在连接杆的 连接杆头上 这个位置 可以找一下 整机安装就这么简单 完整完毕 完整完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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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